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這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昨天 其實才是說這個話題 其實昨天真的 可以說得上是開口中 今天 其實正確來說是昨天的 晚上時份 關於這個63歲的男子 打完這個科興疫苗 兩天之後死亡 估不到 一大班所謂專家委員會 就是飛撲出來 說他的死亡 跟這個科興 沒有任何關係 話音未落 昨天才說完 一定會有一班所謂專家 醫生 出來互學 轉眼間 轉眼間 說這個 打完疫苗之後 離世的這個男子 連個所謂解剖也未做 竟然有專家委員會出來 跟大家說我是專家 我們已經看過所有東西了 他的死跟疫苗無關 香港 每一樣東西 絕對不單止是法治 大家看看這個事件 更加恐怖的 一個更加恐怖的事實就是連醫療 關乎人命的東西 也是如此草率 不單止用草率來形容 簡直就是草姦人命 現在是 一班所謂專家 臨床評估 又並不是 又並不是 醫院搶救這個男子的醫生 又並不是 這個男子 的私人醫生長期了解 他的病歷 竟然被我昨天說 因為其實我不是說中 也不是估中 其實我沒有任何預知能力 昨天說中的原因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過去 有大量這些根本是醫療疏忽的案件 到最後 含糊跟你說死者是死於 心臟停頓 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 昨天才說完 因為其實也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每次有醫療疏忽 這是一個醫療嚴重的 疏忽事件 嚴重的意外 竟然說成是患者自己的問題 所以才死亡 這個是另一個 殺人於無形 在你面前殺人的另一個方法 其實 明明是 包含著重大的意外 明明是包含著重大的過失 一樣就是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正 大家想起都心寒了 比起剝奪自由 比起羞辱被告人 剝奪他們 所謂衛生的權利 其實這是一個學型 比起用這件事對付更加可怕 醫療也是失陷的 大家不要小看政治 你希望中立 作為醫護人員在醫院 在國家面前 所有議題都跟國家有關 疫苗跟國家有關 疫情跟國家有關 不能叫武漢肺炎 只能叫 新冠肺炎 每一樣東西 你不希望 政治牽涉其中 他就偏要政治先行 所謂你不去搞政治 政治也會來搞你 一眾 相信政府的藍絲 當然 就更加嚴重 面對的後果 面對的後果 輕質 重傷 受到 醫療疏忽 可能不死 但是都已經 面臨重大的危險 再慘一點的下場 當然就是 死亡 甚至乎是死亡之後 也得不到 任何的賠償 甚至乎還有一大堆 專家 有多可恥 連醫生也未夠膽出來說 連解剖也未做 所謂驗屍報告也未做 有夠膽有一堆所謂專家 撲出來和你指控 死者 生前 生前患有其他嚴重疾病 Bain the victim 立即令我想起幾年之前的醫學美容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類似的 其實最後是告誤殺的 大家記不記得 DR的美容 說他幫他注射了甚麼進去之後 那個人也不是一注射就死了 如果按你現在 那個說法 當時你有沒有去研究死者 是不是患有其他疾病呢 是不是有高血壓呢 是不是有心血管疾病呢 明目張膽在你面前 用醫療殺人 幾乎等於是這樣 之後就跟你說 他死於其他原因 什麼時候可以去到再恐怖一點呢 什麼時候去到 一刀插在一個人身上 之後說他死於疾病呢 如果他不是高血壓就沒事了 他本身心血管疾病嚴重了 本來流少少血就不會死的 但是因為他有長期病患 我覺得在香港 在大學 讀醫科 讀法律的朋友 坦白跟你說 只要一個 讀法律一年級的學生 都會知道 即使是剛才所說的那個情況 都是你 戒他一刀 你基本上都是被控謀殺的 其實 哪怕那個人 哪怕那個人有任何的疾病 任何隱性疾病 嚴重疾病 都是你促成死亡的 現在香港那種 那種淪陷 不是說有多少個民主派人士 那麼簡單 已經不只是這樣 那邊當然很嚴重 不是說有多少抗爭者去坐牢那麼簡單 是每一個方面 包括 其實我知道很多醫護 是藍絲來的 還是自稱 政治不要搞我 當我們看到那些抗爭者全部被人打到 頭破血流 打到昏迷 送入醫院 當 我們去探望那些 被打到昏迷入醫院的人的時候 還有很多護士 跟你說這些話 是吧 外面 不滿意嗎 就破壞囉 破壞囉 說這些話 覺得 政治我不管 不要帶入醫院 什麼時候輪到 他們 嘗一嘗這些東西呢 本身 本身醫院就是已經充滿著這些 基本上全部是疏忽 致死的案件 全部 可以說是死得不瞑目 公義是永遠不能夠得到新章 現在我們見證著 就是每一個方面 每一個方面都是政治 凌駕一切 今天最可怕的就是只要 跟疫苗有關 無論你是任何原因打完疫苗出事 肯定可以百分之一千 肯定會有一堆專家出來 開記招 跟疫苗一點關係都沒有 整宗案件 連上醫院 醫院有份的 大家不要只是想著 只是關 那幾個所謂疫苗專家事 伊麗莎白醫院 開記招 不是討論自己 有沒有甚麼事 出來急於澄清 怪罪死者 說他有長期病患 有糖尿病 有高血壓 有肢氣管炎 按他這個說法 就是有以上 有長期病患的人就可以死了 不關任何醫療疏忽 也不關疫苗事 只要有長期病患 他就會死 不關我們事 疫苗不關我們事 武漢肺炎 不如你說不關武漢肺炎事 你感染完武漢肺炎之後 也是到最終是因為血管疾病 心臟最後停頓 然後死亡 其實關武漢肺炎甚麼事 本末倒置到了一個這樣的地步 用荒誕來形容 已經不足夠了 任何疾病都不會死人 如果按這個說法 疫苗不會累死人 疾病也不會 哪怕是愛滋病 伊波拉病毒 武漢肺炎也不用說了 一定不會死 所有最後的死因 都跟病毒也沒有關係 換句話說 全球 沒有人是因為武漢肺炎而死的 如果按現在 專家委員會的說法 以及伊麗莎白醫院 開的記招的說法 所有 近日 近年 死於武漢肺炎的人 全部都是因為他們本身患病 跟疫苗沒有關係 跟中國大陸沒有關係 跟武漢沒有關係 跟武漢肺炎沒有關係 跟新冠病毒沒有關係 你搞那麼多事 叫人家防疫 做甚麼事呢 請問 真的不說粗口 我當然知道大家就著這個事件 當然 有高興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你可以證明到疫苗是有問題 但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觀點 我現在說的是另一些觀點 一定要說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 太多 極之矛盾 極之荒謬 極之荒誕的東西 甚至乎比起法治崩潰 更加恐怖的事就在香港發生 出來偷換概念 又說對方死於心觀病 觸發原因是甚麼 又說對方入院的時候高血壓 如果他不是不舒服 他也不會入院啦 按你現在的所謂專家的說法 這班真的是人渣 這班 這班是比警察更加無恥的人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件事 這班是穿著西裝 打胎 有兩個人沒有打 出來跟你 滿口 專業術語 但是在殺人的人 這些人每一句話跟你用警棍 一棍一棍吐下去別人 吐下去死者 吐下去死者的家人 死者的朋友 那裏有甚麼分別呢 請問 你出來開這個記招 不比警察的暴力更恐怖 不比警察的暴力更加恐怖 說話更加血腥 過去 香港一直以醫療世界排行多大多 第幾第幾第幾 做手術也有第幾第幾第幾 自居 自居就是醫療最好的地方 外科醫生做手術有多厲害呢 我不想在這裏討論 討論來沒有意思 當人命在一個地方 不重要的時候 一些醫生 大角手 做手術有多厲害 是不是那麼重要呢 其實 你這次響起的警號就告訴你 就是連醫療 也是完全淪陷 說草奸人命就草奸人命了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